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夏天要注意保护体内的阳气,避免鼠邪清洗 避免热毒,激于体内 适量的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功效的食材 或者是煲汤泡茶,让自己清爽度过夏天 今天就用百香果搭配它,夏季喝它,越喝越白 夏季喝百香果茶,百香果它是水果中的药王 吃一个顶十个平果,近年来有几种水果特别的火 从拉美风行至亚洲,被称之为水果药王 它就是百香果 百香果的营养价值含有17种氨基酸、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还含有特别丰富的钙、磷、铁等微量元素 养生价值是极其高大 可增强免疫力、排毒养盐、消炎止痛、不慎降压、醒酒解乏等多种用途 除了吃果肉外,还可以加水、加蜂蜜做成纯天然的果汁 百香果含维生素含量特别的多 相当于8个橙子、8个苹果 一个百香果维生素的含量等于15个橙子、10个苹果 百香果有以下五大功效 第一,百香果可以抑制有害微生物在消化道的生长 对排除体内毒素、增长进脾、改善机体的营养吸收功能 有显著的作用 对结肠炎、胃炎、溃疡等特殊的消除作用 第二,百香果可以排毒养盐 百香果是进化机体 避免有害物质在体内沉积 进而达到改善皮肤、美化美容的作用 第三,百香果可以消炎 百香果对咽喉、牙痛、起了粉刺、胃病、痔疮等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经常吃百香果可以消除青春痘、清除肠胃炎 第四,百香果可以提高免疫力 百香果中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 每100克百香果的维生素含量 相当于8个柳丁 维生素E的含量 10个苹果的量 第五,百香果可以镇静安神 百香果虽然是一种水果 但它是一种天然的镇静剂 经常使用百香果能够帮助我们松弛神经 如果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 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头痛 可以喝一杯次制的百香果调制的果汁 能够有效地缓解这种情况 睡觉之前喝一杯百香果 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失眠的情况 我们把百香果里面的果肉全部取出来就可以了 再准备两颗柠檬 我们把柠檬搓洗干净 柠檬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糖、钙、磷、铁、铁 维生素B1、维生素B 柠檬酸、苹果酸、橙皮、肉皮、豆香精等等 高钾元素和低量钠元素 对人体特别的有益 维生素C能够使人体各种组织细胞 生成并保证它们的正常机能 体内的母质联合胶质 都需要维生素C来保护的 并且柠檬还能够预防感冒 刺激造血抗癌等作用 柠檬的作用有以下几种 第一 柠檬可以美白 众所周知 柠檬是美容妙品 柠檬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和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被美容界称为制作美白护肤的主要成分 内服柠檬 不仅有美白功效 对皮肤中已经形成的黑色素 有淡化的作用 能够促进肌体的新陈代谢 延缓衰老 令肌肤关节细腻又好看 第二 柠檬可以止咳化痰 柠檬能够去痰 其去痰的功效比橙子柑橘还要强 我们把柠檬汁加入温开水 再来一点盐 搅拌搅拌 搅拌搅拌 泡上10分钟就可以喝了 喝完之后 喉咙里面痰就可以立刻的咳出 感冒最初的时候可以用柠檬加蜂蜜水 也可以止咳化痰的 对咽喉干燥等不适的症状 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第三 柠檬能够提高免疫力 柠檬中富含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 具有抗菌 提高免疫力 协助骨胶原生成等多种功效 经常喝柠檬水还可以补充维生素C 感冒的时候喝上1000毫升的柠檬水 可以减轻流鼻涕 好的也比较快 特别是刚感冒的时候 我们可以喝一些柠檬水 4 柠檬可以预防食物中毒 柠檬中的柠檬酸被认为是一种抗微生物 它能够抗细菌和真菌 能有效地对抗内部细菌和寄生虫 有抗肠炎 沙梅细菌 肠道出血性大肠菌 食物中毒菌的效果 第五 第五 柠檬可以防止肾结石 柠檬水中含有大量的柠檬酸盐 能够预防尿容的矿物质在肾内的形成 能够预防尿容的矿物质在肾内形成钙盐结晶 从而阻止肾结石形成 甚至可以分解慢性肾结石 最后把柠檬的籽去除不要 然后再把皮去除 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这样更能激发出柠檬的作用还有香味 接下来准备几颗葡萄 我们把葡萄洗干净 葡萄对防止血管破裂 减少毛细血管脆性和通通性 减少血管硬化有良好的作用 葡萄对血压产生双向调节的 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冠心病患的都可以使用葡萄的 葡萄还能够行气解育 消失花痰 生机沥烟 醒酒的作用 并且葡萄还能够增强肌体的抗寒能力 防止感冒 可以预防色素沉着 增进皮肤的光泽与弹性 减缓衰老 避免皮肤松弛 接下来把葡萄、盐萌放入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蜂蜜搅拌搅拌 腌制一个小时 腌好之后挖入杯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喝 如果想要口感更好一些 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 那样喝起来冰冰亮的特别的好喝 酸酸的甜甜的 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放到容器里面保存起来放到冰箱 这样喝的时候 随喝随取特别的方便 这样做出来的百香果 柠檬茶真的是特别的好喝 既可以美白养颜 抗衰老 还可以有很好的养生作用 特别适合延长的夏天里面喝一喝 对这些好处真的是特别的多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电影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冰的养生知识 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